今天老婆说要带我去吃马来菜 看看菜单有什么选择 选择蛮多的有椰浆饭 英式早餐 烤面包和糕点等等等等 害羞小哥发现我在拍他 居然有冷咖啡 就塌了 好大毒雪糕啊 马来西亚人早餐必点 烤面包配半熟蛋 普普通通的椰浆饭 第一次吃马来人式的咖喱面 好奇味道如何 看老板娘表演 戳不破的蛋黄 吃了一口和华人咖喱面 分别还是蛮大的 马来人式的比较像把配饭的咖喱鸡 换成配黄面而已 老板娘还追加一份烤沙爹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吃饱后带老板娘学游客走走 看壁画 吃游客来到槟城必吃的尖堆 首先先穿过这条巷子先 尖堆就是这玩意儿了 就是冰沙放黑糖酱 然后淋叶浆 超级甜的甜品 这碗干下去不踩个一小时单车 说不过去的 我就不吃了 静静看着老板娘吃就好 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